今天想要來跟同學們來一起教大家怎麼洗牌 還有占卜基本的教學好了 像洗牌啊 一般有的人啊 像跟塔羅差不多 你可以這樣子洗有沒有 就是像如果是塔羅的話我就會這樣子洗 因為有分正位跟逆位嘛 我可能在占卜後我會先用逆位去洗 然後最後再把它用順位的這樣子去洗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用太計較啦 反正就是洗牌嘛 有給它洗有嚼就好了 洗得乾淨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這樣子折起來 像我看那一本昨天介紹第三本 那個帶來幸福那一本 它有一些雷諾曼牌會有正逆位 但是我個人是不打算採用的 因為我覺得塔羅牌有正逆位就已經夠煩了 雷諾曼我只想要快點的讓它告訴我答案 那我沒有想要特別去知道逆位的含義 可能我覺得不要想那麼多嘛 它就是一個好玩的東西對不對 那洗牌剛剛是第一種方式 就是你可以在桌面這樣子 像搓麻將這樣子給它搓一搓 好 洗好之後呢 好 我全部洗牌介紹完 第二個就是我最常用的 我可能會這樣子 如果很閒的時候 我可能還會把這個圖案啊 然後把它對齊有沒有 全部都對在同一面 對 洗牌就是這樣 吸吸吸吸吸吸 在心裡默念問題 或是我會說 我會把它唸出來嗎 就這樣吸吸吸 好 洗到自己覺得 嗯 好像可以了 接下來就是抽牌 你要怎麼抽牌 塔羅的話啊 你可以就是自己分三份 然後在任意的疊上 那這時候你可以從上面開始抽 或者說我有一個幸運數字 比方是二好了 你就可以從第二張這樣子去抽 但是我現在我真的很隨意耶 我就 我就是直接這樣洗完 然後我會用自己的感覺 比方說第一張 第二張 然後就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我不會再去切牌啊 然後再把它算什麼 幸運數字 什麼有的不的 我沒有就是 當下有什麼感覺 就是去直接抽出來這樣子